把正义主要理解为公平 它不否认收入分配可以有差别 但是任何这样的差别是要最有利于最不利者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相当关照 现在有时候说是偏爱最不利者的 弱势的一方 对 关爱弱势一方的正义原则 很大程度上是分的正义 如果用马克思理论来说 这个财富是无产阶级创造 或者是工人阶级创造 本来就是他们应得的 所以就要剥夺剥夺者 罗尔斯讨论的是 富人应给 他不强调应得 社会是一个合作系统 所以不能完全根据个人的贡献 来分配他们的所得 因为即使消除那些家庭出身 带来的起点不平的 还有天赋的差别 比如聪明对一个很聪明的人来说 并不是他们应得的 运气差别 或者说老天爷自甩子的结果 就罗尔斯他认为天赋是偶然的 偶然性不能影响正义的公平分配 这样的话 想有较高收入的富人 就应该拿出一部分来 给穷人 这就是现在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分配的正义 就是经济利益分配的正义 过去的传统社会正义 这无论中外 核心正义原则就是 各得其所应得 惩罚也是对等的 回报也是对等的 主要是一个报的正义 传统社会更尊重追求优秀卓越 现代社会更强调追求平等 但是你要落实到人性上 其实这两个都发生在 甚至同一批人那里 当一个群体或一个个人 他感觉到待遇不露别人的时候 他特别强调要求平等 但是一旦在另外一些方面 他又优越于其他人的时候 特别反对平等 这原则的论证 他可以同时表现出两种倾向 您内心呢 包括您在此刻 您对正义论的看法 因为这本书在1987 88年的中国 是一种感受 现在过了35年了 又有什么新的变化 好像我昨天也说的了 就是说他有一种 就是没有把生命原则 独立地放到第一正原则的位置 首先还是要保存生命 一个是防止战争 谋杀等等 还有一个就是提供足够的 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 不管他们是不是赚到了他们所应得的 我觉得都可以来救助他们 这个我觉得应该把司法的正义 法律的正义 放到分配的正义 就是经济率分配的正义前面 那我们还原一下 当时怎么开始想到我要翻译这本书 这要感谢当时社科出版社有一个副总编 我们正在给他编一套叫 《外国伦理学民著成书》 那时候编书热吗 大家都在编书 对 那个时候已经知道罗沃斯了 已经读过他一点原文的 得到这个消息可以翻译 那就很兴奋 当然实际上还是研究生 也不知天高地厚 这个呢 我刚开始接触西学的时候 八十年代初 那主要是存在主义哲学 那是比较个人的自我的 强调情感带于一种非理性主义的色彩 对 所以很打动年轻人 打动年轻人 但是了九二九十 并不能够给他们提供持久的力量 我就觉得比较空洞 你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 基本的约束和限制 无论是人性的还是社会的 你可能是冲不破的 你就只是在谈论 个人如何要解放自己 那个是重要的 但是是不够的 不够的 对对对 要并存才行 对 所以这个要感谢罗尔斯 包括后来努奇克 他们是我 把我引向了社会伦理 制度伦理 就关注社会 关注制度 那更多了 声音不行了吧 道德和伦理是什么关系 因为伦理学其实对中国挺陌生的 道德伦理其实有时候经常是 混用 至少是进一次 伦理学是研究什么的 研究道德 用古人 我根本知道伦理是人伦之理 更强调客观一点的规则规范 你甚至可以说 中国古代的思想 主要是伦理的思想 道德了 古人说 道之得于己者 你把它类换了 你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我觉得重要的不是说 建立一些概念 其实关键的是 既使用一些传统的概念 但是又把它转化成 具有现代意义的内容 最初您提出 这个底线伦理这个概念 是要再应对一个 怎么说 瓦解或者缺乏共识的社会的一种 回应吗 过去的传统社会是有共识的 它是一种示范伦理 上层是精英道德 或者说圣贤道德 就是鼓励君子世代夫 因为儒学自称为己之学 向圣贤看齐 老百姓 只要家里的孩子肯读书 他会接受这个共识 修身 克己 细胜细贤 这些道德追求 下层的就是风俗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地方的官员做好了 世代夫做好了 老百姓的教化 道德风俗就没有太大了 所以君子值得风 小人值得草 你这个风往哪边挂 草就往哪边倒 它就变成这个社会的共识 你赶紧拍拍那草往哪倒呢 风再挂 君子风吹来了 对 但是现代社会了 主导的价值不存在了 也没有制度载体了 对 也没有制度载体了 那个示范伦理就不够了 那么现在社会又是走向平等 平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价值观念的平等 是不是 过去就是认为西圣西贤 这是主导的 最值得追求的 但现在不啊 我养家糊口 天伦之乐 我不伤害别人追求财富 你不能说我这个就是不合理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所理解的幸福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追求自己认为合理的价值 那么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里面 我们只能在这些规则上追求共识 这些规则就是 不管你追求什么价值 权力多大 地位多高 民生多大 你都有些规则不能破坏 首先保证一种 大家都能相处的 基本能力 不能强制别人 不能欺骗 不能强暴 君子爱财 但是必以其道 才能谈到上底线能力 当然作为权力更大的人 他可能还要加上政治的责任能力 但是不妨碍他 还必须满足 首先满足 作为社会成员 大家都是平等的 这样一种道德观点 你要这样的要求 所以你看你怎么说的 看起来相悖的那种 一方面 所有的都在都在喊道德破产 或者说道德衰败 是这么的希望道德语言 另一方面好像整个社会又迷幻着到处要进行道德审判的那种冲动 你看互联网上都是吗 我觉得基本道德要求 不去那个 你是要批判的 如果是有太脱离人性和人道的过高的 尤其是你自己站在一个道德高地上来审判别人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问题的 一个人并不会因为批判别人而就使自己道德高尚 就是说这是两回事儿 其实你不妨设身处地 你如果处于同样的处境 你是不是不会做这同样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不少人是拦语逃脱这一追问的 我始终觉得要把事情就是你的动机和行为区别开来 你可以罪其行但先不要着急罪其人 但现在我们经常把它混在一起 你说为什么不追求不像英雄学习等等 但是这个它不需要 而且之前我们是经过一个对高的破产的状态下过来的 对高的破产 我觉得这个是要分清楚的 在做的我们面对的大多数人不偷不抢 不强暴别人 更不谋杀别 我们基本上就做到了 就像休莫所说的 大多人他没有自觉没有觉察 他已经是一个正义的人了 但为什么还是要警惕要预防呢 因为我们有时候也可能很容易破黄的境地 比如这个利益诱惑太大 我只要稍稍的欺诈一下 我就可以得到一大笔利益 或者我们都有人送上门来 还有一个就横暴之来 突然被人很不公平的损态了 我又报复不了他 我可能就报复社会了 张三欠我的欠不还 好像我也有理由 我欠李四欠严格不还了 又上是这样的连锁的 对这个东西又有意思了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 比如说就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记得我当时 那个印象很深的一个书题 我们叫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吧 尼泊尔写的是吧 尼泊尔写的 就是人就是你想做个道德的人 跟他这个关系怎么处理呢 这个其实在某人也可以说是强调制度 而且我们努力争取的一个比较好的社会 就是说让这些破防的境遇 能够对人们发生的越来越少 诱惑之大 你这个市场社会的规则比较健全 横暴之来 有法律给我做主 我也不用太觉得求告无门 是个人 大家能够比较平等的基本权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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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